英哥好 你好 我就第一次随机点就点进来了 我想问一下 我最近是7月份刚入职的个新活 就是在某团做招聘 然后就是招聘 帮他们招聘 就是起手 这个能说吧 然后呢 然后就是碰到了太多的底层人 就是那种 我直接讲吧 就是很困扰我的最近上班的点 他们一个没有钱 二一个素质不高 三一个就是只盯着眼前的利益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国家现在政策这么好的一个情况下面 为什么会有这种人 就是我会碰到很多像30来岁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这点道理不懂 再好的学校里面有差生啊 对啊 但是就是经常会碰到一种39岁 身上一分钱没有 也要跑到那种就是大城市来 就是下了车之后 一分钱没有呢 还有负债的呢 那有啥不正常呢 就下了车之后一分钱没有 然后跑到这边来说啊 我要找个临时工 先坐着先干着 这种就这种情况 那有啥不正常呢 但是就是我总觉得这个几率很大 尤其是在跟他们说那种比较优惠的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啊 比如像我们这边现在吃 现在就是包吃包住 然后什么东西都给你包了 然后政策也好的情况下面 他们隐蔑去工厂 去做那种死苦力的活 他们也不愿意去做那种多劳多得的事情 多劳多得的事情 这个东西 首先我跟你这么讲啊 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有的 我跟你说 有的人甚至就是说啥呢 就这几年 他可能是属于天翻地覆 就有的人还不一定能拉下了脸去跟人接触 你要说上工厂里面 他就认识那么几个同事就行了 你让他出去送外卖 跑快递 跑滴滴 就这些与人接触的 他还怕自己被认出来 你虽然说不可能 这种几率很低 但有些人面子不一定能放得下 明白吧 所以说这就是所谓的人格有志 那干什么活呢 说白了不是逼到份的 没有人说体验生活去干这个的 这没啥好疑问的 好 然后我道个歉 我道个歉 我说那句底层人说错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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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经济上来讲 论经济能力上来讲 底层没啥 没啥过分的 但你这个底层人 那是总归有一种感觉 什么呢 就是就好像人品和素质 也跟其相关 所以这个词 我是说极了 我是说极了 然后我道个歉 我道个歉 代目不用吭我了 我确实就是最近确实被 被被折磨的有点头痛 你不用不理解 这是你人生当中 一定会见到的 就是什么 有因必有果 就因为他来你这 干什么东西了以后 他也必然会有个结果 他因为他 你说这些人怎么 这么这么多 可以选的 为什么选这个 这也是他来你这的原因 明白吧 感谢 感谢安下贷款 送我的跑车 听懂了吗 OK 好的 好吧 我这是说起外卖的 说起外卖这个事 我昨天 前天 前天给家点外卖 点外卖 那个小伙子 送外卖来了 急急忙忙 我这边显示 已经送完了 但是人还没到 紧接着 我正在看这条信息的时候 感谢靠汉中间人 我正在看这条信息的时候 我手机响了 来电话了 那个先生 不好意思 我把那个完成 已经点上了 因为啥 我等电梯呢 他没说实话 他晚了 他等电梯呢 他说 我等 我把门开开了 就是给那个门口 我站半天 他没来 完了 大概都有一分多钟了 他才到 到了以后 急急忙忙送过 那个 这是你的吧 对 直接走了 我说 不对 因为啥 我一看这是个碗装的 那是啥 那是牛肉面 那不是那个 那不是我点的 我点的是那个馅饼 我说 你是不是送错了 没有 我看 哎呀 送错了 登登登登 就跑出去了 完了紧接 我就爬窗户看 我在楼下 扮他那个小区外面 那个 他的车不不让进吗 跑过去 一路跑过去 把那个 把那个俩餐 就一共两件东西 一掉块拿出来 登 就跑回来了 急了忙忙的 我在门口等他的时候 我就给我冰箱里面 那个三扎 那个冰糕 拽出了一个 外面这么三十六七度 我拽个冰糕 我给他了 就是他在给我面的时候 我给 我也没说啥 我就直接 直接给拿 买热吃 这么着急 他就这么着急 就是忙成这样 他还得啥 毕恭毕敬 退一步 给你拘个工 就这个 一块五毛钱而已 一个冰糕 这是送外卖的这些人 虽然有的时候 他这个 你说他能少走一步 或者咋地的 挺感激的 我挺不 我挺不喜欢 就是有点没礼貌 那种感觉 比如说就是 电梯里面 俩人 我经常都是 我下楼的时候 跟送外卖的就坐一个电梯里面 俩人 那你后上来的 我搁这站着呢 那你站旁边 开门乘一下 就挤前面去了 那我觉得 既然说那句话很标准 不要跟那些 拿时间换钱的人去计较 包括开车的时候 他赶着去 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抢你到了 或者咋地的 不要跟他们计较 明白吧 就是没啥 没啥感触 没啥 没啥内容 我就跟你们说个这么个事 好吧